Ready 哈囉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薰 歡迎收看今天的電玩宅速配 主要RPG遊戲的玩家應該很期待 《黑暗靈魂》的推出吧 因為它可是一款以超高難度聞名的遊戲 現在《黑暗靈魂》除了獲得 國外媒體的超高評價 在台灣還要預購好理喔 那就趕快來《黑暗靈魂》一下 挑戰自己的極限吧 萬代南夢宮與日本 FromSoftware公司合作 開發的超高難度RPG遊戲《黑暗靈魂》 10月18日將推出中英文合版 玩家們是不是摩拳擦掌迫不及待 準備好好挑戰這款超高難度的遊戲呢 這款《黑暗靈魂》殺著前代作品 較好又較做的氣勢 承襲了深刻現實的世界觀 玩家創造的角色儼然就真實地曾在世界中冒險 甚至9月初《黑暗靈魂》先在歐美地區推出 還獲得多家遊戲媒體接近滿分的超高評價 可見遊戲製作品質的精良 另外台灣方面也宣布 即日起預約或購買Xbox360版《黑暗靈魂》 一般版或特典版遊戲 每套遊戲將附贈Xbox360版《獨家限量卡貼》 數量有限送完為止喔 現實生活中常常因為塞車心情苦悶嗎 沒關係趕快拉完《極限競速4》 超過500台以上的名貴跑車隨你開 而且還不用擔心超速被開罰單喔 現在《極限競速4》還推出免費試玩版下載 大家還在等什麼趕快下載試玩版 跟我一起狂踩遊門吧 全球賽車迷秉襲一代 微軟信心滿滿的賽車遊戲超大作 《極限競速4》 10月18日就要跟玩家見面了 為了讓哭等已久的玩家搶先體驗《極限競速4》 現在遊戲也搶先開放下載試玩版 讓玩家提前啟動熱血引擎 這一次《極限競速4》展現了新一代賽車遊戲的全新風貌 不但使用全新引擎 讓我遊戲畫面有翻天覆地的大進化 加上收錄全球80家車廠授權的數百台車輛 16人網路連線對戰 支援Connect體感操縱 豐富的遊戲模式等等 《極限競速4》想一舉拿下 史上最強賽車遊戲的企圖心非常明顯 甚至微軟還針對遊戲拍攝一支真人影片 強調玩家在現實生活中 如果無法盡情狂飆奔馳的話 現在透過《極限競速4》 也能在家裡舒舒服服的盡情狂飆 玩家們準備好了嗎 趕快下載試玩版 不要猶豫大腳踩下去 猛力加速就對了 怎麼辦 為什麼每到年底 就有一大堆搶檔遊戲要推出 而且很多都還是豪華限定版 這樣不是要榨乾我們的荷包嗎 像這款秘境探險3 我來數看看 只有1234 四種不同的版本 而且我都好想要喔 看來動作不快點 就要被搶光啦 不要 台灣索尼電腦娛樂宣布 將於11月1日 於亞洲地區發售的PS3超大作 秘境探險3 德瑞克的騙舉中英文盒版 不但有主機同捆板之外 甚至還有準備包含一般版本 鐵合金裝版 附贈特製手把的無線控制器金裝版 以及包含特製包裝盒 與特製主角人偶的豪華增長版等等 多種不同的包裝 可見SONY對這款遊戲的重視 秘境探險3這一次 將帶領玩家體驗世界各地的壯觀美景 玩家扮演寶藏獵人德瑞克 深入神秘的阿拉伯沙漠心臟地帶 一連串埋葬數世紀的古老線索 追尋阿拉伯的羅倫茲族跡 不過空域沙漠裡 浩瀚嚴酷的荒漠卻隱藏著更可怕的秘密 在旅途的尾聲 這一場探索失落之城的奪寶競賽 成為了為了求生存 而孤注一值的嚴峻考驗 迫使德瑞克不得不挑戰其耐力極限 面對其內心最深處的恐懼 也等待玩家來體會喔 一個人玩遊戲 現在要四個人一起玩遊戲才叫酷 這款拉傑特與克拉克 就是要大家呼朋引伴來闖關 這樣才是樂趣滿點呢 想要跟朋友們來好好聯絡感情嗎 那就趕快糾團一起來玩這款遊戲吧 台灣索尼電腦娛樂宣布 10月18日於亞洲地區發售PS3遊戲 拉傑特與克拉克041 中英文合版 導入了系列上首次 最多可讓知名玩家組成隊伍 分別扮演著拉傑特 克拉克 奎克 尼發利斯博士 進行本機遊玩 或是透過網路進行協力遊玩的模式 此外更對應3D高化解電視 您將可在遊戲中協助英雄 與銀河系最惡名昭彰的壞蛋 進行遊戲以來最大的挑戰 玩家們更將配備著各式各樣的頂尖武器 深入神秘的國度一探究竟 現在立即預購本遊戲 極有機會獲得收錄綿羊轉換槍 恐龍轉換槍 高熱火焰槍及祖康先生等 超值武器的初回限量特點下載卡 喜歡RPG遊戲的玩家 應該都玩過《時空幻境》系列吧 現在針對Sony即將推出的 《PlayStation Vita》新獎金 《時空幻境》也會有新作品要推出喔 是不是RPG玩家們的一大福音啊 那記得一定要去買遊戲捧場一下喔 萬代南夢光宣布 他們將在Sony的新掌機 《PlayStation Vita》上推出RPG遊戲 《時空幻境》《純真傳奇 R》 《純真傳奇》是曾經在2007年 於《任天堂NDS》掌機上推出 這傳奇系列中特有的遊戲類型為 聯繫思想的RPG 遊戲故事敘述在長久持續的世界大戰中 造成戰爭孤兒與食物不足等問題 日益嚴重 在那當中開始出現 擁有超乎常人的力量之人 這些人被虛人稱為異能者 由於異能者所擁有的力量過於強大 而被人們所集會著 於是就通過了異能者 逮捕適應法的法案 展開大規模的異能者逮捕行動 就在此時 王杜莫商家的兒子盧卡 開始注意到自己體內 有異能之力的存在 而《時空幻境》 《純真傳奇》 而故事內容設定是否會有所變更 以及是否會追加新角色等等 所以需要等官方日後公布 大家應該沒想到 手機上也能玩籃球遊戲吧 不是那種很陽春的遊戲 而是NBA 2K12 畫面表現可不出給家用主機喔 那現在就趕快來享受灌籃的快感吧 2K Sports宣布 將為iPad、iPhone以及iPad Touch 開發的籃球遊戲 NBA 2K12已經上架 讓玩家能體驗手機上 最高粉質的籃球遊戲 NBA 2K12 讓玩家能透過精準的控制介面 不可思議的流暢程度 以及為iOS運動模擬遊戲 奠定性標杆的畫面品質 享受稱霸球場的樂趣 此外還收錄了所有30隻NBA球隊 供玩家在完整賽季 和快速比賽模式裡使用喔